大家好,这里是大舌头解说,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恶霸仗者全身是刀,欺负湘林 可惜碰到一代刀王,分分钟被吊打的电影 江湖上的武功五花八门 但能成为至尊的只有枪王脑耳部和刀王脑顽童 两人虽是好友,但在武功的高下方面却各不相让,都想当第一 成为第一是很空虚,很寂寞的 每天都会有各种虾兵蟹将来找脑顽童鄙 他们认为只要打赢脑顽童,就能成为江湖上的武功第一 可这些小喽喽根本就不是脑顽童的对手 脑顽童玩性很大,他也不厌其烦地接受这些虾兵蟹将的挑战 从中找到一点乐趣 脑儿部这边,为了练好枪法 他每次都会花钱请杀手来杀自己 但那些杀手哪是自己的对手,经常都是自取其辱 脑儿部的武艺也在和杀手的比试中慢慢提高 时间马上来到7月14诡计这天 这是枪王和刀王每年比试的时刻 他们认为在这天,无论是谁死在刀下 变成鬼也能捡到钱,变成有钱的鬼 两人按照约定来到了武林圣地 废话不多说,上来就是干 他们已经在此比试了15年 可每年都以平手告终 与其说他们的武功不相上下 倒不如说他们都是因为感情关系 而不仍将对方杀死 这次比试也是一样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眼看就要吃晚饭了 还没分出个胜负,没办法 忠诚的罗声响起 两人又是平手 愤愤不平的两人还在打着嘴炮 就跟现在网上的喷纸一样 突然老顽童临机一动 他提议,两人一人收一个徒弟 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他们 两个徒弟谁也不认识谁 他们自然不会留一手 到时候谁赢就是第一 两人一派即合 以十年为期 十年后的今天站在武林圣地 一决高下 老顽童开始在及时瞎逛 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心意的徒弟 这时,一个恶霸带着两个手下出场 他们到集市开始收保护费 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摆摊卖水果的大婶 大婶从没听说过保护费 自然不会交 这时两个跟班就开始捣乱了 他们打翻了大婶的水果 把水果采得稀巴难 大婶叫天天不饮 叫地地不宁 只好乖乖地给了恶霸一吊钱 恶霸接着朝第二个卖瓜的摊子走去 卖西瓜的老板是一个年轻人 他可不怕恶霸 拿着西瓜刀就跟恶霸开打 可他根本不会武功 只能靠着自己的天生审理 勉强抵挡 眼看就要招架不住 老顽童及时出来化解了危机 恶霸也不甘示弱 他脱下了衣服 全身都是锋利的刀 西瓜小伙瞬间瞎料了 好在老顽童在场 他分分钟吊打恶霸 最后把恶霸的刀都插进了恶霸的脑袋里 老顽童见西瓜小子这么饥饿如仇 是自己心中的理想人选 当即表示要收他做徒弟 可西瓜小子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 还叫这个招老头子离他远点 老顽童更开心了 因为西瓜小子目前单身 而且双亲都已经不在 他现在绝亲 绝情 绝恩 绝义 又还是童子之身 最适合学他的六绝刀法 可西瓜小子根本没兴趣 他说自己有家有铺制 生活有滋有味 果断拒绝了老顽童 老顽童也不着急 他心里着有了主意 于是在西瓜小子回家之前 老顽童一把火烧了西瓜小子的房子 还顺便把他的铺制也烧了 西瓜小子气坏了 当即就要砍了老顽童 他又把西瓜小子 引到了村里的主中牌位了你 西瓜小子被老顽童玩弄 把主中的牌位全部打翻了 这引起了村民的不满 分分钟要砍死他 西瓜小子一路逃命 如今家也没了 村子也回不去了 他恨透了老顽童 老顽童也在这时候出来 他说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要是想报仇 就必须取我的武功 然后杀了我 西瓜小子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当即同意了 另一边 老儿部正要过河 传家阿耀在靠岸时 一棍子就处在了木桩上 老儿部看他处得这么准 就拿出枪来试探他的天赋 要他用棍子处在他的枪头上 可阿耀怎么处都处不到 就在老儿部得意的时候 阿耀突然耍了一个小聪明 成功处到了枪头上 这下老儿部无话可说 同时也发现 阿耀还有点小聪明 阿耀也看得出 老儿部功夫了得 当即就想拜师 想要学点功夫回去炫耀 老儿部也想收他做徒弟 但要先让他吃吃苦头 绰绰他的锐气 于是跟班跟他说 要想学武穷枪法 必须要穷苦无依 穷途没入 穷极无聊 穷凶极恶 穷追猛打 阿耀当即表示 自己从小使得爹妈 自己又差连隔屁 这就是穷苦无依了 可老儿部说 你还有一只小船 阿耀马上就去把自己的船弄翻了 这下真的是穷途陌路了 可老儿部还是不肯收他 他只好穷极无量的一路跟着他 可老儿部依然不为所动 阿耀也急了 当即怒出穷凶极的状态要扁他 可老儿部依旧对他不理会 阿耀真急呢 在后面要穷追猛打 就这样他的五穷都有了 老儿部终于同意受他当徒弟 从事两人开始对自己的徒弟悉心教诲 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他们 终于十年时间过去了 两个徒弟都学到了师父的武功 这天老顽童趁西瓜小子念舞的时候 要敲敲地溜走 被西瓜小子抓到 他称西瓜小子已经学会了自己的武功 自己担心被他杀掉 准备跑路到自己的干儿子那里去避难 还故意不小心透露自己的干儿子叫一代枪王 西瓜小子把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 他要先杀掉一代枪王 再回来找老顽童报仇 逆一边 老儿部让阿耀下山 要他去找一个叫一代刀王的人决斗 到时候就能名扬江湖 他还给阿耀改了名字 就叫一代枪王 很快 在老儿部跟班的戳合下 两人终于见了面 一个带着仇恨 一个想要扬名逆万 刚要开打 跟班才说要到武林圣地比试 两人也不急于一时 都烧武林圣地而去 可他们没注意到 刚刚的谈话被两个神秘人听见了 神秘人很快把这个消息 报告给了老大笑霸天 这笑霸天摸摸脸上的伤疤 想起来15年前和老儿部比武 被老儿部一枪戳在了脸上 他又看了看手上的伤疤 也是在15年前 跟老顽童比武 被老顽童说伤 看来他是来报仇的 果然 在阿耀和西瓜小只比试的时候 笑霸天带人杀了出来 他们用网抓住了两人 带回了府里 等着老儿部和老顽童前来救人 果不其然 得知自己的宝贝徒弟被抓后 两人趁着夜色潜入了笑霸天的府邸 他们小心翼翼地搜索着徒弟的下落 突然几个手下飞了出来 笑霸天闪亮登场 梁老也认出了他就是笑霸天 笑霸天坦白 15年前 他分别拜在两人的手下 被逼退出江湖 当年他就发誓 要用他们的鲜血来清洗他的耻辱 十几年来 他苦练武功 还训练了天下无敌是个杀手 专门用来对付两个牢鬼 说干就干 梁老马上和四大杀手打在一起 这四大杀手果然不是盖的 梁老开始还处在下风 不过他们马上发现了他们武功的破绽 很快转败为胜 解决了四大杀手 轮到笑霸天出场了 原来这都是他的计谋 如今年老的两人 在搞练四大杀手后 已经气喘吁吁 笑霸天趁此机会发动了攻击 梁老斗了一辈子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还在斗 他们就是不肯并肩作战 两人轮番对笑霸天发动攻击 但都被笑霸天一一击破 两人已经筋疲力尽 老顽童知道 就算年首也不可能是笑霸天的对手 他让老儿部先去救徒弟 自己拖住笑霸天 老儿部找到了地牢 刚把钥匙交给他们 笑霸天就杀了进来 两个徒弟救出来后 梁老又跟笑霸天打在一起 老顽童不敌 倒在了西瓜小子的脚下 他本来是恨他的 但看到僵尸的老顽童 他还是放下了心中的仇恨 叫出了十年来的第一声师父 老顽童听到这句师父也就明目了 他和老儿部跟笑霸天混战在一起 掩护两个徒弟逃了出去 最终两脑都湿在了笑霸天的手上 就连断气的时候 两人都在攀比 看看是谁后断气的 逃出来的两人都想为师父报仇 可师父都不是笑霸天的对手 两人怎么可能打得过 只恨自己技不如人 就在这时 阿耀见到了几个小朋友 正在玩钓鱼的游戏 话说那个年代 怎么会有吃铁钓鱼的玩具呢 不管了 反正看到这一幕的阿耀瞬间有了主意 他们两人闯进了笑霸天的府邸 一言不合就是办 他们边打边退 然后开始逃跑 为了斩草除根 笑霸天跟得出来 他们一路跑进了树林里 在这里找有一个阿耀准备好的包裹 阿耀打开包裹 里面是两块磁铁超上的吸铁石 他们利用吸铁石 让笑霸天的大刀很难发挥作用 最终丢掉了手里的大刀 然后两人粘手 和里打得笑霸天找不着北 最终为师父报了仇 笑霸天以最优雅的姿态 死在他们的面前 之后 两人把师父埋葬在一起 但是为了完成师父深浅的心愿 两人再次拿起兵器打了起来 硬要分一个胜负 可是 这几天的相处和经历 让两人也有了很深的感情 都不愿意下死手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始终还是分不出胜负 最后两人决定 谁先把兵器插在师父的坟前 谁就赢了 两人开始了抢兵器的大战 又是你来无往的打斗 最终两人把兵器插在了师父的坟头 但到底是谁先插进去的 谁都没有看到 两人公说公有你 婆说婆有你 都说是自己先插进去了 可到底是谁先插进去的 谁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 他们战事打成了平手 所以说 拨命短刀 夺命枪 都不是兵器之王 因为他们始终敌不过人类的感情 这部电影上映于1979年 比我出生时还少十几年 这应该叫做老派电影呢 虽然人看起来傻里傻气 但价值观都较为统一 无说教不言情 全篇90%的时间 就是噼里啪啦一顿怼 喜欢硬桥一马功夫的 有眼福了 整部电影从头到尾都轻松搞笑 跟现在某些拉筋弹片比一比 简直要好上天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